曾是女排奥运冠军,和老公经营小餐馆,身材面容一节老,曾是女排奥运冠军,和老公经营小餐馆,身材面容一节老,我们都知道运动员是一个十分辛苦的职业,因为他们需要不断的训练,训练,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为国家正光,也是为了能够在赛场上赢了比赛,完成自己多年的梦想,可能就是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, 他们才能得到满足,他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,这让我们也不禁觉得运动员是一个伟大的职业,因为往往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运动,在他们最美好的时期,他们就奉献了自己,男运动员可能还好一些,但是女运动员牺牲就非常大了,在自己最好的时光中,只能从训练的时光中度过, 为了自己国家的荣耀,他们只能在运动场上,完成自己的青春,在另一方面因为高强度的训练,他们也会落下许多的病根,在退役后痛苦的也就只有他们,在往后的日子中,也只能独自承受, 今天我们就是来说说王丽娜,作为之前的女排冠军,今年已经40岁了,可能是因为之前是运动员的缘故,面容显得十分的苍老, 1978年出生的王丽娜,在18岁的时候就选入国家队,在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,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,在青春中陪伴自己的只有排球训练,但是不得不说王丽娜有着超高的天赋,在弹票里,反应力上面都十分的出色,在场上的表现十分优秀,所以成,为了重点的培养对象,而且是场上的主攻手, 在雅典奥运会中,王丽娜也没有辜负所有人的希望,带领女排队员拿到金牌,开拳回国,而且因为在她的职业生涯中,因为超强的攻击力和爆发力,曾经三次夺得女排联赛最佳发球奖,可能这些成就取来的来之不易,王丽娜十分的艰辛和刻苦,可能和她小时候的经历有关,在王丽娜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失事了, 小时候的生活就不是非常的美满,在之后的时光中王丽娜在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坚强,这为她之后在赛场上坚韧的性格打下基础,在2005年的时候王丽娜就选择退役,过着平凡的生活,王丽娜也遇见了自己的爱情, 他们夫妻二人在福州开了一家餐馆,取名为大鸟,因为大鸟就是王丽娜在女排时期的绰号,现在他们之间的生活虽然有些辛苦,但是十分的幸福 实际着,还持用家宝mont是一个制作品的绰号,该在ließlich学修里考下宝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